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又要用这个方式 大家见面了 圣母的中途 他有很多信仰经验 他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也是我们肝强的时候 我们一起聆听 上年旗幼克第一周地 星期一 来自马亦克福音第一章 十四至二十节 若汉被监禁之后 耶稣来到加勒勒 宣讲天主的福音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顺从福音吧 当耶稣燃上加勒勒海行走时 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纳 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愚夫 耶稣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愚人的愚夫 他们便 立刻抛下网跟随了耶稣 耶稣向前行了不远 看见再拜得的儿子 亚国伯和他的弟弟若望 正在船上收望 耶稣谁立刻召叫他们 他们便把自己的父亲 再拜得和容公门 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召叫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以不同独特的方式 使得我们能够认识他 以及侍奉他 在旧约纳转 这个约纳转里面 记住了一个先知 天主召叫他的时候 最初感觉到很惊 所以他逃避 逃避天主第一次召叫 约纳逃避天主的时候 他慢慢发觉到自己比较迟的任何时间 更加需要天主 然后天主给他第二次机会的时间 经过这个冒险的过程 利利未成的人都获得了宽说 同样耶稣召叫第一个门徒的时候 他们同样都有这种 碰到意想不到的风险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 都遇到或者经验到 类似的冲击 若纳先知 他曾经面对他 认为无法承担的困难和考验 而耶稣的门徒 同样经历过很长时间的斗争 就是慢慢认识耶稣的身份 还有需要遇到这些事业的缘故 同样我们可以说 天主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处境 包括现在疫境的时间 都是在锻炼我们 很劲力能够慢慢经验到天主的慈悲 能够为他做一个有力的见证人 说到见证人 最近这里有个修女 她32岁 越南修女 她自己自愿去疫区服务 后来她感染了新冲肺炎 她要隔离 她写信给自己同位的修女 她说 我非常感谢你们 这几天特别为我付出了很多爱和关心 真诚的祈祷和默默的牺牲 正因为这份关系 使得我有力量 可以怀着喜乐的心 平衡的心 去接受这个十字架 曾经有姐妹问我 这是一个罕见的病 为什么这么多人当中 你会有这件事呢 或者得到这个病呢 其实这个修女 她的思考了很久 她说 或者我是被简算的人 这个真是的话 都挺好 如果是我 那就不会有其他人 或者不会有其他修女 或者是家人 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她说这个病 是天主要为我简算 留给我的十字架 同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 十字架可以说 帮我们更加去明白 和履行这个十字架的使命 因为通过十字架 是帮我们更加容易 继续耶稣的旅程 和牺牲的生命 当耶稣受苦 她越多的时间 其实也帮我们去承受着 她的感受 看不到她的那种心情 那十字架是人生的道路 同样我们现在面对着一种冲击 在这个时间 我们更加需要 比此其道互相勉励 仁慈的主力是仁慈的 我们为了疫症的传播感到 很忧心难过 求祢帮助病人能够早有康复 和次力量给医护人员 求祢增强我们的信心 并使众人能够同心协力 去防范和克服疫症 求祢赐给我们一份归医悔改的心 能够吸取教训 能够保护生态环境 印着耶稣基督的名 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祝福大家能够 时时都保持身体健康 能够留意整个环境 当个祈祷大家有力量 使得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都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时候